她身居高位61年,84岁才嫁和西雀,是汉朝历史上最长寿的太后,她先后刻死两任夫婿,熬死六个帝王,是西汉末年致死王朝覆灭的有罪之人。 她是谁啊?又经历过怎样狗血的一生呢?如果感兴趣就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,谢谢啊。 公养前71年,一个怀有身孕的妇女正悠悠入睡,在梦里一轮圆月突然撞入自己怀中,女子豁然觉得腹部疼痛难忍,悟地从睡梦中惊醒。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,一个生得肤白貌美的女婴是姑姑坠地啊,她就是杨平侯王靖之女王正军。 转瞬,十几年过去,王家有女初长成,性眼陶塞,毫无貌美,性子也是一等一的温婉贤良。 杨平侯眼见自个儿闺女生得如此落落大方,也很早就为王正军说了一门极好的情绪,然而不幸的是,闺女还没来得及嫁过去,这男方却突然暴毙了。 以至于旁人开始风言风语,说这王正军命太硬了,因此才克死了他的未婚夫。 好好一个女儿瞬间成了赔钱过,没人敢弥媒正娶过门,令杨平侯恨是苦恼。 最终只能退而求其次,将女儿嫁给东平王作妾,可谁没料到,这门还没入呢,原本健健康康的东平王也突然暴毙。 一瞬克死两人丈夫,关于王家女儿命应克服的传言因此闹得更加的飞飞扬扬。 杨平侯心中无奈啊,只得请来一个相识为小女算命,谁知这相识竟然一语道破天息,您的爱女乃梦月入怀,那一般人可压不住这姑娘的命格,她这一生注定贵不可言呢。 听此言,杨平侯的心理变化简直犹如过山车般翻江倒海,顿时喜出望外,也不考虑短时间内给女儿找婆家了,反而将她用心栽培。 不出两年,王正军便琴棘树化皆有涉猎,各种才艺是样样精通,明眼人都能看得出。 杨平侯是存着一个让女儿一招入宫飞上之头变凤凰的决心,一则孟月入怀的预言,令克死两任老公的王正军摇身一变,变成了贵不可言之人。 那她最终真的如愿飞上枝头了吗?答案是肯定的,而且自打这相式给她算命之后,王正军的运气好的简直是开了挂,一路风雨无阻,连连进阶。 咋说呢,在王正军十八岁那年,她成功以家人子的身份入了宫,在宫里做了一名小小的宫女,众所周知,后宫家历三千,比王正军貌美的女子比比皆是,而她在朝内又没庞大的势力帮着。 照理来说,这一生很可能就淹没在后宫之中,一辈子为奴为婢,可好巧不巧,那时候正碰上汉宣帝在位期间,太子刘氏刚刚逝去了自己最爱的宠妃司马良帝,故而对身边所有姬且都提不起兴趣。 眼见宣帝病入膏肓,时日无多,太子竟还没一个子嗣,这对她的东宫之位威胁颇深。 于是王皇后想方设法,迫切希望在后宫之中挑选几个年轻貌美的宫女,并能够让太子入眼。 最终皇后挑出了五人,其中一个就是王正军,太子眼见跟前这五个年纪轻轻的少女,心中依然提不起半分的兴趣,但毕竟是母后亲自挑选,她也不敢搏了皇后的面子。 于是便随口对身边的内侍说,这其中一个人看着还行啊,无巧不成书,恰恰那天王正军穿得最典雅精致,又做得离太子最近,令所有人都觉得一定是这个女人被太子看上了,于是顺势就将她送入了东宫,没成想两人相处下来,还针灸日久生情,而王正军也很快为一直没有子嗣的太子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汉宣帝一听这消息喜出望外,亲自给这孩子取名刘敖,并整日与孙儿形影不离。 公元前48年,汉宣帝驾崩太子刘氏继位,是位韩元帝,而为他诞下嫡子,立有大功的王正军自然也一路晋升,不日便被封为皇后,末依天下。 他们的儿子刘敖便顺利成章地被立为了储君,王正军自打入宫后一路开挂,从宫女晋升到皇后。 可为何后人又称他是导致其汉覆灭的罪人呢? 这还要从王正军当上太后时说起,王正军的老公汉元帝刘氏,和他之前两个未婚夫一样,终究也是个命薄之人,在位不过短短16年便一命呜呼,年仅42岁。 也不知是不是被老婆嗑死,总而言之,这样一来王正军的儿子太子刘傲顺利成章地就做了皇帝,视为汉成帝,而他也就成为了皇太后。 而这刘傲是个典型的妈宝男,一切以母亲之命为命侍从,他自己也是成日的荒淫无道,对朝中只是根本不放在心上。 所以这个时期的西汉朝中大权几乎都被太后王正军夺览于手。 而王正军始终没有屡治武皇那般为政的手段和气魄。 他能想到的就是大力扶持自己的宗室成员,帮他把持朝政。 于是一瞬之间,王室在朝中是权势大长,辅国重臣,四方诸侯皆是王姓成员。 使西汉时期外戚干政的风气又一次达到了顶峰。 然而不幸的是,王正军的儿子汉成帝也命某如此。 在公元前七年时因饮酒过量而暴毙身亡。 终年四十四岁,又因为汉成帝没有子嗣,皇位便落到了成帝的侄子汉埃帝留心手中。 而彼是王正军已经七十多岁高龄,被晋升为太皇太后。 可令在宫中沉浮了五十多年的她,没成想到的是,这汉埃帝留心竟是个不听话的处。 一上位就大肆削弱王室宗族在朝中的权势,并且还将自己的生母立为了皇太后。 进一步威胁到了王正军在后宫的地位。 王正军气不过呀,开始大力培养自己的侄儿大司马往往坐证国家中书, 却不知自个儿这样做,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 公元前一年,依旧命薄的汉埃帝在当了六年皇帝后无子而亡。 王莽的野心迅速膨胀,到了昭然若揭的地步。 他未逼太皇太后王正军交出传国玉玺,以此威盟想要自立门户建立新朝。 王正军听后怒不可遏,将玉玺愤然摔于地面, 以至于玉玺的表面离文被摔碎了一脚,而这枚玉玺便是传说中的和氏璧。 此后,王莽如愿篡尾夺权,而王正军也在王莽的控制下, 于后宫又寥寥生活了十几年,最终在公元十三年,二月初二世不幸病逝,终年八十四岁。 纵观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皇太后,王正军的寿命之场可以说是数一数啊, 然而活了八十几年,被权力遮掩,被利欲熏心。 所谓梦月入怀,贵不可言的王正军,又真的哪怕有一天为自己而活过。